人的一生中,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就像命中有没有钱,其实是注定的,不仅仅靠运气就能得来,看这三个地方就知道了,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念成佛一起来了解下吧。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念成佛带你一起修禅悟道,古人云,命里十钱,难求百金,诚然,要得到金钱,就得从改变命运开始,而不是拼命去争夺金钱,到了一定的年纪,看周围的人,有人腰缠万贯,有人穷困潦倒,同样一个村庄,大家都种水果,养猪,但是贫富差距也很大。 看过一句令人醍醐灌顶的话,未来不是人赚钱,而是钱找人,财富永远都会流向最匹配他的人,一个人命里有没有钱,就看他是否和财富匹配,以下几样东西,必不可少。 格局的大小,决定谋财的历程,一块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你要赚大钱,但是你却没有大的构想,不能触及到深远的东西,就注定是行不通的,作为普通人,应该搞清楚赚钱的过程,先谋生,再谋情感, 人脉,先存钱,再投资,若是要持续致富,还要前人灾数,后人乘凉的格局。 耗费百年时光,打造三代人的幸福,避免富不过三代的陷阱,更重要的是,你要刚开仙河,就像雷军说的一样,站在风口浪尖,猪都可以飞起来。 在北宋,四川一带的居民,用铁币作为交易货币,铁很重,贷多了,就要用马车去拉,要是长途奔波,马车拉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还担心遇到劫匪,有一些富人,开了钱庄,客户来存钱,就给不同存款的存者,并且这些存者可以直接拿去当货款用,存者在谁手里,都可以到钱庄来兑付,后来,存者就演变成了胶子。 一些眼尖的商人,抓住胶子刚刚普及的机会,马上加入钱庄行业,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浑水摸鱼,也赚了一笔,史书记载,兼必百出,预送资多,一周之周张勇,对钱庄进行整顿,专由16户富商经营胶子,富商们抓住机会,把存款投资房地产等行业,实现了钱生钱,扪心自问,你在打工的时候,考虑了金钱的管理, 管理嘛,有没有靠近风口浪尖,是不是考虑了十年之后的发展,有大格局的人,纵向管理钱财,百年大计,横线管理钱财,扩宽门路,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思路停顿。 在原地兜圈子,要得到大饼,不要画饼冲击,而是做一口巨大的锅。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有大格局的人,注重长远规划和持续发展,他们不仅会纵向管理自己的钱财,关注长期的财务规划和投资, 而且还会横向管理,寻找新的机会和门路,纵向管理钱财,意味着对财务目标和规划有清晰的认识和执行力, 他们会追求长期的财务安全和财富增值,而不是片面追求眼前的暂时获利, 他们了解投资的重要性,并用长远的眼光进行理财规划,同时, 他们也会掌握风险管理的技巧,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财务利益。 然而,有大格局的人并不局限于纵向思考,他们还会积极横向扩展自己的财务渠道, 他们会寻找新的机会和门路,不断开拓新的财务领域, 他们懂得单一的收入源是不可靠的,因此会寻找多种收入源减少经济风险, 他们了解市场的变化和趋势,善于抓住新机遇并进行适当的投资。 然而,要实现大格局,不能让思路停顿在原地兜圈子, 不能只是空谈和想象财富,而是要付诸实践行动。 有大格局的人懂Dex行动比言论更重要, 他们将自己的想法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努力实现目标, 他们不仅有远大的梦想,也有坚定的决心和实施的计划, 因此,有大格局的人会摒弃画饼冲击的思维方式, 而是着力做一口巨大的锅, 他们明白只有实际行动和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收获, 他们勇于面对挑战和风险,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和牺牲来实现财富的积累和成长, 只有不断的纵向管理和横向扩展财物, 不断实践和付出行动, 有大格局的人才能以稳定和持续的方式实现财物的增长和世代相传的百年大计, 他们用眼光与实际行动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大饼, 为自己和家人在财物上创造更好的未来, 记忆的发挥,决定赚钱的能力。 庄子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家庭,靠帮人剽洗为生, 冬天很冷, 手容易换洞窗, 因此他们想办法发明了洞窗膏, 一个商人和这一家人交谈, 并且愿意出高价, 把洞窗膏的配方买下来, 有钱能使鬼推磨, 商人给钱之后, 得到了洞窗膏的配方, 然后去了吴国, 吴国正在打仗, 又恰逢冬天, 很多士兵被洞伤, 商人把配方拿出来, 得到了吴王的厚爱, 然后赏赐了很多金钱, 还给了一大片土地,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人手里, 就变成了价值不一样的东西。 古人说, 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 学之于行而止以, 很多人, 读了大学, 专业也不错, 但是一直很穷, 这就是学以致用不够, 知道如何赚钱, 和实际行动, 是有区别的, 能赚大钱的人, 可以把拥有的智慧, 食物, 变成商品, 赚钱的筹码。 唐代的韩玉, 才高八斗, 但是他一直在官场, 领着微薄的薪水, 为了提高收入。 他开始, 帮人写墓之名, 因此他有了一门副业, 王博, 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但是他靠帮人写文, 能混饭吃, 他写了藤王阁序, 就得到了当地官员的赏赐, 在藤王阁序里, 他还画了一个大大的口, 谁都猜不出, 这是什么字, 但是这句话, 又不能缺少这个字, 因此, 人们花了千金, 请他说出答案, 留下。 那一字千金的故事, 有句谚语说, 人们真正的财富是劳动的本领, 一边学习记忆, 一边使用记忆, 人的财富就会增多, 子子孙孙能推陈出新, 那么赚钱就不难, 谁都不要做, 不学无数的人, 更不要做迂腐的书生, 善行的多少, 决定财富的去留, 一经说, 天道愁勤, 人道愁善, 一个人赚钱再多, 若是道德素质太低, 那还是一个穷人, 看清朝的和珅, 通过很多手段, 赚了很多钱, 家里的墙壁里, 也挖空了, 变成了存储金银财宝的地方, 后来, 和珅被查, 所有的财富都没有了, 把命都丢了, 再看看范黎, 帮助岳王勾建, 变成了霸主, 然后悄然离开, 去了齐国, 范黎看到齐国人受难了, 就散尽家财, 帮助大家, 后来, 范黎做生意, 再次发财, 还变成了财神爷, 正所谓千金散尽还富来, 季公, 一个穷和尚, 还疯疯癫癫的, 但是他到任何地方, 都不愁吃, 还有人请他喝酒,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季公一直在做好事, 值得尊重, 没有钱的季公, 比富人更逍遥, 善良, 就像一条船, 承载了财富, 你若是作恶多端, 在赚钱的路上, 肯定要翻船, 还不如行善积德, 有舍有德, 善良, 船的行航, 象征了人生的道路, 人们常常追逐着财富和成功, 但在这个过程中, 很容易陷入困境或迷失自我, 然而, 如果我们能以善良为指南, 在取得财富的同时, 也不忘行善积德, 我们就能够得到持久的成功和内心的满足, 不可否认, 在现实中, 有些人可能通过不择手段的手段来获取财富, 他们可能会欺骗, 剥削, 或伤害他人, 但这样的成功只是表面的, 他们承载的船虽然看似坚固, 但却缺乏深厚的根基, 而这样的船在风浪中必定会翻倒, 并带来悔恨和苦痛, 相比之下, 选择行善积德的人, 他们的船则根植于善良正直的精神之上, 这艘船不仅能征服风雨, 还能为人们带来安定和幸福, 他们通过善待他人, 助人为乐, 共享财富和成功的喜悦, 这完整的船充满了坚韧的骨架和宽广的甲板, 足以抵御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诱惑, 善良的船承载的财富, 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财富, 也包括了更深层次的财富, 他们拥有的内心的富足和平静, 使他们能够以更高尚的目标去追求财富, 他们善待他人的行为和回报带来的正能量, 不断吸引着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让他们取得长期的成功, 在人生的航程中, 我们面临着无数选择和抉择, 当我们面对选择时, 我们应该牢记, 善良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他人,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善良是一种力量, 能够给予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让我们在人生的航海中选择行善积德的航向, 以自己的善良行为带领着他人和自己追逐财富和成功, 无论是在财富的堆积中, 还是在内心的成长中, 善良都将永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我们的船带来坚实的支撑, 并让我们的航海之旅更加美好, 丰盛。 俗话说, 小才要运, 中才靠德, 大才靠命。 如果你能创造好运气, 积累品德, 改变命运, 赚钱就变成了轻松快乐的事情了, 人这一生都离不开钱, 但是不能当手财奴, 更不能变成势利眼, 而是做金钱的主人, 你会不会有很多钱, 反观自己的身上, 拥有什么就一清二楚了。 永远要相信, 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 也没有人注定不会成功。 请大家感谢观看, 女性更能肯定要运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